我們看到這個鋼管 鋼管它就是另外一個境界 對 另外一個境界 你所幸的就是接續了 第一次爆紅的那個經驗 往同一條道路去走 就管他的衝吧 而且鋼管對女生也是很痛 我啊 就是 對 可是就喜歡 就覺得很美 因為我真的是因為一次看 當然是看了Jolene跳之後 我後來有去看很多比賽 他那真的像奧運等級 體操等級的東西 我覺得太美 太厲害了 就是想要去學學看這樣子 追求這種厲害的境界 對 我是其實學鋼管 我是為了想要當辣妹啦 學鋼管跟學跳舞 我們有照片 你已經是了 我想要合理化這件事情 真的滿厲害的 對 就是好玩 好玩 這會腦充血吧 會 很不舒服 其實滿不舒服 但你在這當中 你享受的是什麼 就是我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我就覺得很開心 成就 挑戰難度 成就 難的動作 有VCR 有 我們有VCR 瑤瑤跳這個跳舞的影片 我們看一下 她跳舞也很過分 好專業的感覺喔 這個你又是在挑戰什麼呢 我其實就是想要合理化我當辣妹這件事情 但我的言論我真的沒有在跟大家開玩笑 合理化當辣妹 就是因為我每次穿 你覺得你不合理 這是我很困擾的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同一件衣服 我穿就是會被講話 就是 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我每次去國外 去L.A. 我穿這樣都不會有人覺得怎麼樣 大家還會覺得 哇 你好漂亮 我在台灣大家都說 你怎麼穿這麼露 然後我想說 不是同一件嗎 不是同一件衣服嗎 為什麼每一次 這個我跟我們私底下 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也一樣的感覺 就是明明同一個人穿 但是穿到瑤瑤身上 就會某種程度上有一種 比較性暗式的感覺 就身材好 可是我也沒有那麼 我其實身材真的沒有那麼誇張 當然 但是因為被大家講到很誇張 不是 真的是被大家講到 我好像很誇張 對 但其實真的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是希望 因為我跳舞很性感 然後大家都跳舞穿得很少 然後國外穿得很少 也不會有人覺得怎麼樣 我想說好 那我就往這路線走 就殊不知舞技還沒有辦法超越那個 我覺得剛剛那超好的 這個已經很好了 妳不滿意 但是剛剛那真的還不算辣的 它還有更誇張的 就是超短上映 然後超短褲 它那個辣到你會覺得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沒事 沒事 妳剛剛說什麼 快出來了 就是那個真的快 對不對 已經快要出光了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看到整組都撞出來 真的 所以說觀眾還是注意到妳 本來不想他們關注的地方 可是她的霧很兇 妳最後有接受這件事嗎 我還是很困擾 那我也在努力的找一個 我還在學 我也在找 到底要怎麼穿 然後又可以很性感 然後大家又不會覺得歪掉 很難 不歪啦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妳真的坦然地接受這一切 搞不好別人的目光 就不會這麼傷 我也是很坦然啊 可是有的時候我沒有 即便我沒有穿得很露 但那個標題永遠都是 什麼奶啊 或者什麼cup啊 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明明就沒有露啊 就是這個是我一個困擾 我知道了 就是妳出道的刻板印象太深了 太強烈了 妳要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去洗白 因為妳看妳蘇菲亞那段時間 就沒有人說啊 好像還是會耶 通靈的時候也有人說 就是我就會覺得很困擾 是露也不對 不露也不對 啊到底是要怎樣 對 不然露一邊好了 因為不露又說妳瘋奶 我就很confused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穿衣服 就是穿衣服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真的很困擾 還是一邊瘋 一邊不要瘋 對啊 就露一邊嘛 看妳怎麼寫 對 怎麼樣 瑤瑤半瘋奶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就沒什麼 我真的很困擾 我不知道該怎麼穿衣服 還有一個方法啦 只是這個方法妳要跟她借鏡 就是把肚子吃到比胸部大 還是還願才比較快 我們不是因為這個緣故的 所以沉悅享受而已 OK 妳的一段演講當中看到妳 聽到妳說 自己的夢想是想要去好萊塢 演一個啞巴 我有講過這句嗎 好的 那以遺忘的部分 我們就聊下一題好了 對 可能因為我英文不好啦 我想去好萊塢演戲 但我英文不好 所以只能演啞巴 所以我那時候可能 好巧喔 可能是因為那樣 所以我講了這件事情 應該是 我覺得妳真的就是夠少女 所以會說出一些很荒謬的話 但是因為夠天馬行空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 誒 說不定有機會 因為其實看好萊塢的片 大家都會講 如果這角色找妳要不要演什麼 大家都會問嘛 討論 對啊 我就說找我去演啞巴 我OK啊 因為我不會講英文 不然要喪屍我也可以 就不要講話了 我以為太爛了 喪屍可能焦點還是在長輩而已 史上身材最好的喪屍 史上最大的喪屍 妳臉都凹了 胸骨還在 對 氣死了 好氣人喔 那我們還有找到妳說 失去交同年紀朋友的那個階段 算是妳人生最大的痛 算是隱憾啦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有些事情 妳現在不做以後 就真的來 就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像我可能高中 我就這樣就沒有去念了 然後我就不會有一些 大學的朋友或大學的經歷 雖然我即便回去念書 但是那些人也不是跟我同年紀的 很小很多 對啊 那個感受一定完全不一樣 就覺得這是我的遺憾 然後跟小時候太拼命地追求錢這件事情 對 因為被 我覺得是被世界的價值觀嚇到也好 或者是被我自己的 綁住 對 綁住也好 以前覺得錢好重要 然後就因此錯過了很多 錢買不到的東西 對 對 就是當我 其實妳擁有很多 妳選擇只看到錢而已 對 那時候就是 後來我才開始發現 真的耶 就是錢不是最重要的 雖然它是生活當中必須拚 對啊 但我現在就會衡量 以前像可能朋友的婚禮跟這個商演 我就會 一定會選商演嘛 但現在可能就會選朋友的婚禮 選朋友的婚禮 那個可能是花你多少錢 都買不回來的回憶 或是去朋友的婚禮 唱歌啊 順便商演 各位好 新聞好友 請CUE郭書瑤去你們的婚禮演唱 而且你的歌 哎呀呀呀呀 又可以在那邊唱 是不是很不錯 到時候焦點都不在新娘身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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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輩身上 對 又在長輩身上 妳覺得妳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朋友啊 簡單的形容的話 我很難交到朋友 我太難相處了 妳是怎麼樣 很囉嗦 很古摸 我太難相處了 沒反應 但我側面了解妳朋友滿多的啊 對啊 側面啦 真的就是我朋友人太好 他們願意跟我當朋友 這個是相對的 妳如果不願意跟他們當朋友 他們不會想跟你當朋友 因為像很多像殷生他們就是都說 那時候通靈傳我耍大牌 難相處 真的 因為我不太主動 我真的不太主動 那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妳也是在網路上面看到 一個妳在Instagram上面的照片 OK 靠到這樣啦 不是 因為我真的那個腰痛太痛 我閃到腰 好 然後她說最近 閃到腰是幾歲的人才會閃到腰 她說她最近體驗到情緒跟身體有多矛盾 真的不是一個容易哭 但內傷 體內拉傷 會讓人在笑的時候痛到飆淚 最近要抵制會讓我笑的人接近 不能過太開心 拜託不要讓我笑 誰能明白這種矛盾 然後底下就有朋友們留言 然後就說誰能讓妳笑成這樣 我怎麼可能輸她 我要參賽 然後妳就說不用比妳 妳就贏了啦 妳除了讓我笑 還是能讓 還是能在大家面前惹哭我 對 然後她還要跟你挑戰 來啊 這誰啊 陰生 然後妳叫她 妳們兩個就在上面打情罵俏就對了 蠻蠻容易 就是她是主動來跟我相處 雖然她說我看起來就是 臉又臭又難相處 對 她是主動來跟我 這個主動認識人的方法 真的有點 真的蠻詭異的 對 所以妳還說 妳才會說妳朋友都蠻怪的 對